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北股市开红盘 激情之后今天稍微的恢复冷静 台积电跳空大涨 昨天的这个华丽演出 今天稍微的熄火 加上美股的半导体股 跌多涨少 台股今天是小幅度的拉回 可是盘面上面资金依然相当的活跃 不只是美超为大涨 除了概念股持续的强势之外 散热跟PCB涨势也开始扩散到 比较落后跟低阶的股票去了 落后补涨已经开始启动了吗 那好像像是联 充电桩跟传产概念股 还有重电概念股 今天也都开始有资金进驻的味道 大盘过高 那这个肋骨都有机会吗 如果说你不敢追AI 现在看到资金往外面来游走 哪一些可以布局了呢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肖又铭 老肖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郑伟群伟群老师好 明君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上伟的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大家午安 真的是无极限 这个第一男主角又要颁给美超围 美超围突破天际 前一天收盘才800多块 昨天这收盘价拉到了1000美元之上 瞬间千元达正 华尔街继续的看多他 腰动无法无天 到底他现在可不可以买 还能买得下去吗 还说平价而言不算太贵呢 那美超围这么强 概念股跟着嗨 包含了利台跟华泰两党个股今天 通通的联媒大涨 已经连续好几天了 这两只股票 没看到长黑之前都不用放手吗 那龙年强势股 像这个利台跟华泰一样的 有一同的DNA 这DNA是什么 哪些个股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怎么样来破解抓到这个标股 然后肖老师今天跟大家来教学一下 好别说这AIPC是雷声大雨点小了 宏基的董事长陈俊胜 他办出营销来证明 连续七个月出现年成长 那陈俊胜也信心喊话 他认为AI概念股 AIPC未来是软硬 双管旗下会越来越好 不过其实AI概念股 多数是拉回 而且拉回幅度还蛮深的 这拉回的时候该怎么接呢 昨天伟群老师也说了 安谋上涨带动智园创高 但肉少了不要轻易的追 那空手者如果不敢买智园 早底部股哪一些更甜机会更大呢 尤其转机更惊人的是生技股 生技股怎么样来抓黑马 伟群老师帮大家来追踪 另外看到的是 红盘日昨天外资大买的台积电 买了4.2万张 今天台积电小拉回 外资不可能一下子倒出来 所以说今天跌破690块钱 拉回手缺口 能不能够复制贴上1月份的走势 整理之后再向上突破呢 而AI的扩散概念股非常的多 你该怎么选呢 没啥啥 没关系 我们邓老师帮大家挑的 近棚跟高丽 法人有在买 也有落后补涨 这个从筹码面技术面来看 相当的优势 还可以怎么样来做切入 请问邓老师 我要回来锁定57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昨天台北股市大涨500多点 这个金融年开红盘 让大家沾个喜气 不过大涨之后稍作休息 反而是好事情 蹲一下再跳会跳得更高吗 大盘今天下跌主要受到台积电 昨天大涨之后今天熄火的影响 今天早盘开小高之后 然后随即压回到了盘下 全场都在平盘附近震荡 今天只有小跌37点 收在18607点 成交量是4061亿元 台积电今天让出空间 光这一档就跌了114点影响大盘 所以扣掉台积电来说的话 其实大盘今天表现并不差 为什么呢 这个AI的扩散效应 持续轮动之外 连很多的传产股 跟重电族群也开始启动了 怎么让大家看 这样资金轮动的现象 会不会是好事情呢 那从K线来做观察 主要反而有点担心说 这个大盘的这个 跳高的K棒 会不会是一个夜星的形态 那从美国股市来做观察 其实昨天美国股市 四大指数几乎是涨多跌少 其实这气势还算不错 那台北股市今天今天 台积电每涨 不过其他的个股 还是有所表现 我想先问老蕭老师 我们从台北股市来做观察 昨天美股的表现 你怎么样来评价 对台股金融年后面的走向 方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整理上如果说你去关心 今天一大早 那么国际股市的一些重大新闻 那你会发现到 其实大家还是一样 只在导论一个议题 也就是说通通在讲什么 在讲美超微 也就是说第一个 以华尔街日报它说 美股持续上涨 标普再创历史新高点 紧接着来巴隆它讲 美超微股价再创新高 再来慕尼的部分它讲到说 为什么美超微的股价 礼拜是可以这样子标涨 就是说标涨的幅度会这么大 那我的看法就在于 你去观察 其实从去年以来 从AI开始做发动 从挥达开始 它是一棒接一棒再一棒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在未来一段期间 没有新的标利股 那个时候反倒是就要提高警觉 就是说一直有新的标利产生 来做接棒的动作 那代表说这个多头的一个攻击 它其实还是持续的 所以从整个 怎么样从这个角度去做观测 我认为你去找最会收益的个股 那你自然而来就有很好的一些投资保守率 好 老师老师说 美股的AI概念股 指标股要一棒接着一棒 那现在跑最前面的是美超微 美超微这个礼拜三收盘才800多块 那礼拜四收盘才一天 就占上一千美元大关 昨天是涨了14% 收在一千零四美元 大家都想问 这美超微要涨到什么时候 真的是有够离谱 800多块 原本以为高点卖掉 没想到有1000块钱 在等你堆心瓜 极限核在美超微一天狂冲 那今年以来涨了253% 这一年来涨了900% 全球第一腰股 它拥有辉达超微 英特尔三大重要客户 那主要是插电极用伺服器 一条弄服务 还有它的易冷式的这个散热系统 受到了AI伺服器 这个大量的采用 美营业首评美超微认为 没有充分了解 市场并没有充分了解 这家公司的潜力 未来三年美超微营收 会成长超过50% 也受会伺服器 AI伺服器扩散渗率 达到50%的带动 目标要加1040美元 已经快要到了 那老师这个领头羊 美超微目前不停歇 那你说这一棒接着一棒是说 要有新的救世主跳出来 还是说旧的AI概念股 要一起的持续向上 这大盘跟美股 才有机会再轮共 整体上我们去回顾 其实在从过去这三个月以来 最明显的第一档 就从回答开始 那接下来最近 大家比较少谈的 就是AMD的超微 对不对 就是因为有新的标的产生了 就是一直有新的标的 开始发动 那整个市场 因为有足够的题材 那市场自然而然 就往上做推升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掌握 这个机会点 去做切入 我举个例子 我们去看这一次最强的 以台北股市来讲 一个就是利台 一个就是华泰 那关键在于 我们今天就知道 华泰接货没超微订单 问题是 就已经都涨停了 涨就涨停 今天又涨停 那关键在于 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些讯息 市场还不是很清楚之前 你已经知道说 它就是一档会涨的标的股 自然而然 我相信你的未来的投资收益 就会很好 所以我们从国际股市 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分别把美超微 辉达 纳斯达克 加权 苹果跟特斯拉放在一起 你一看 你把加权指数抓出来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落后加权指数的 有苹果 有特斯拉 所以这个你就已经确定 这个就是落势了 你就不要把重点放在这里 目前领先台股的者友 纳斯达克有挥达 有美超微 问题是 为什么美超微的弧度 可以领先挥达这么大一段 那我们继续看 看什么呢 市场怎么对这些公司 所做出的评价 所以我们很快速 各位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te 8 Lite 8里面 你现在所看到 不管是苹果 特斯拉 挥达到美超微 这都是到目前为止 今天最新的 全球主要的一个评估数据 举例 我们讲苹果的部分 那苹果今年2024年 市场预估每股予是6块5毛7 那明年的话是7块1毛7 很高吗 其实也还好 EPS 6块 每年也这么7块 这是苹果 特斯拉表现呢 今年预估其实还算不错了 但有3块 总算有开始赚钱了 EPS 3块 那明年是4块 你做比对 以特斯拉为例 它的本益比 以预估本益比 以现在及时的股价 除以今年预估的每股获利 你得出它的本益比 是高达65倍 好 我们再看辉达的部分 辉达预计今年 今年每股予以是12块3毛6 明年就真的不错 明年的话预计会成长到 超过两个股本 所以以辉达来看 本益比就是58倍 比较高 好 那我们看这一次的美超为 为什么幅度这么大 因为你如果对比辉达的话 它的本益比现在是45倍 当然45倍还是高 你不能说45倍是低 但是它获利能力比辉达来得强 也就是说辉达的部分 今年预估是12块 美超为今年就赚21块 超过两个股本 所以整体上获利能力高的 那本益比比起上一波的标利股 来得低的 它发动的几率就大 关键在于 好 我们都知道了 问题是我怎么去面对台北股市 去找出未来最强的标利股 那记住 你要去找没有亏损的标的 就是说大部分投资人 都没有亏损的标的 你的获利能力就高 那大家也许会有点担心说 那股市接下来 台股有没有很大的风险 我们认为是没有的 最起码这里到520 新总统就职之前 我们的看法 台股这个多方是持续 会持续的 首先怎么看 来 各位请看右侧 右侧你所看到 就是说我们把从2015年以来 一直看到现在 分别把美国股市 欧洲股市 中国股市 日经指数 以及印度股市放在一起 好 你一看就知道 这里是50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全世界的证券市场 当作一块 美国的总市值 占全世界达到50% 降50% 就是美股的部分 占全球股市的市值 高达50% 接下来主要 大家在看的是什么 这个叫大陆 陆股 陆股的部分 目前跌破10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在过去以来 陆股占全球股市的总市值 达到10个百分点以上 一度还超越欧洲股市 对 问题是 好 我们来看 这段期间是往下滑的 你说往下滑跟我们有关系 当然也有关系 来 我们看左侧 好 我们就把陆股这一次 陆股的历史高点 发生在2021年的2月18号 好 我们把最高点来到3721点 一直到目前2635点 最低来到2635 好 各位你请看 你先看底下这一个 我大概画一下好了 这个是上证 这个是上证的走势 这条绿色的 我们看在去年的4月28号之前 428之前 包括台北股市 包括印度股市 包括日金 大家都一起还是有在联动的 只是联动的幅度不同 可是从关键 从去年的4月28号开始 就关键这天 四月之后 陆股就开始就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 就只跌不涨 反正就一直跌 这个下跌过程里面 加权是往上涨 日金这一次不是暴涨 是 印度 哇 这涨得强了 就是印度股市 所以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 市场 国际的资金 从陆股 往这边做移动 往亚洲市场 对 往亚洲 从台股 来到日金 来到印度 其实在往这边做移动 它很清楚告诉你 所以我们的看法 股市 面对台北股市 最起码在未来这一季 台股这个多头 渴望持续的 好 这个大陆股市 别人的不幸就是其他股市的快乐 那大陆股市受到了外资资金出逃 也这个流到其他的亚洲股市上面去 那对台北股市来说 资金活水就是上涨的动能 那刚才讲到了 美超为目前的本益比45倍 相较回答而言 其实还不算太高 华尔街很多投资人 对他还不认识 那也有一些评估报告认为 大家还没有发现他真正的潜力 那美超为概念股的强涨 也带动直接两档个股受惠 一档是华泰 一档是利台 那这样的个股 我们从这个封关前 就跟大家做掌握了 老师说它的标股有一个DNA 那就是找到会赢的方法 大家都赢钱 那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也有这样的DNA 好 我们直接讲的就是说 到底什么是会赢的方法 举例 各位请看 这是华泰 2月5号 来 台北股市封关 对不对 好 你把它往前看 封关前这三天 请问华泰的股价有强劲上扬吗 没有 华泰的股价有伴随着美超为飙升吗 没有 关键是昨天拉涨停 今天拉涨停 也就是说因为昨天市场传出来 华泰接获美超为的订单 所以股价就直接砰砰砰就起来了 问题是理论上是不是 这三天要做买进 那关键在于 我怎么知道这三天可以做买进 什么是会赢的方法 会赢的方法就是你就去找 找什么 一档个股它出现 持有人没有人是亏损的 大家都是赢的 我跟你说你就出门了你知道了 你就去找一支股票 奇怪你把它往过去看 只要持有这一档的 通通都是赢家 那就是标股了 你重视 因为股价本身是领先指标 所以我们来看右侧 来 各位请看这不是华泰吗 这个集结不就在这里吗 封关前三天 不就是这三天 这三天 这是不是集结区 那股价是不是站在集结区之上 你往左边看 是不是没有人套牢 持有华泰的 一直到封关日 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受益的 然后他就告诉你 我就开始掉了 所以你要去找 没有人亏损的标的股 包括除了华泰之外 我们提到包括像立台也是一样 这个是个集结 这个点 股价站上这个集结区 代表什么 过去在这边 不管是买是卖 是买是卖 我买在这里 我套牢的人 来到这个价格 他已经告诉你 他让所有的人都解套 所有的人都解套 代表持有立台的人 无人是亏损的 在1月30号 无人是亏损的 他就给你 这支国家就买不起了 然后他就 1 2 3 4 5 不然挥五几十点吧 所以你去找无人亏损的 你就不需要去羡慕 我举例 我们看一下 一样是通路股的联强 他已经是告诉你 我就是要发动了 有吗 很明显 这里是个大集结 这是个大集结 站上集结之后 我们回顾 在台股封关前 那两周 他是不是在这里出现横向整理 对 一横向 好 这里确定站上去了 这就开始要去 这种个股就是没有人亏损 你去找没有人亏损的标的股 你的获利的机会就比人家大 各位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te Ad 举例 各位你看这里面有好多档标股 你知道吗 用标股难道会像立台那么强 还真的会 好 我们来看好举例 有红毅 有连强 有华丽 曾尼强 文业 卫华科 大连大 长华 卫健 蓝天 好 请问 哪一档的机会最大 我看来看去 好像是 这个可以留作 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五分 好 为什么这么讲 各位请看 这档架构是不是叫长华 对不对 你看 这怎么会去 首先我们看 这是不是一个超级集结 都在这个区块 主要是不是都压在这里 对 在过去这段期间 它也没有出现飙涨 没有 站上集结区 那各位你不要忘了 来 各位请看左侧 好 今天也是2月10日 对不对 好 这个叫CV 也就是说 企业有发行可转载的 好 它CV的转换架 是不是落在34.4 它的集结 30到34 站起来34就代表 持有这档个股的人 都是赢的 再来 它的可转债的价格 在34.4 代表怎么样 代表这档个股理论上 它的股价 没有办法站上34.4 它站不起来 因为来到这里 就转换了价格的压力 就会出现 可是一旦让它站上去了 我觉得像这种 都是值得各位要做 留意的标的股 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LiAT 好 老孝老师跟大家讲 从美超为大涨起事 看到为什么华泰 跟利台可以持续的飙涨呢 除了它是美超为干电股之外 从这个筹码 跟这个量价结构来做观察 基本上站在集结区之上 无人套牢 强势格局不变 没有出现长黑EK棒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续报 可如果说来不及买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复制成功的方程式 铜路股里面 也收会整体 这个全球消费电子 慢慢回温的带动 好多档大哥已经跑在前面 那这档8070的长华 目前从分价表来看 也站上集结区 那怎么样来做掌握呢 大家可以跟老夏老师来询问 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荧幕上面的联络方式 有问题都可以来请教老师 那老师会把节目当中的资料 放在LiAT里面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提出 老师有时间会跟同学们做互动 还有分享咯 关了一下 宏基的营收也公布了 连续7个月出现年成长 那董作陈俊胜也出面信心喊话 他说我们软硬监视 AI我非常的看好 AI概念股今天多数因为 创新高之后做拉回 不过拉回的强势股 反而是个好机会吗 该怎么接 这个空间比较大 还有甜头可以赚 我们请问委屈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AI1G今天都熄火 明明每超微大涨 可是为什么AI该那股两样勤呢 那主要是因为说 广达工伪创公布营业营收 看起来这AI的利多 还没有益注在营收上面 所以市场有一点点失望 导致股价下跌 不过有人在1月份营收 却缴出了不错的成绩 那就是做AIPC的宏姬 宏姬看好AIPC的换机潮 宏姬今天爆量强涨 目标拼合新事业 新事业都向上 那期许今年能够营运稳行高处 布局除了AIPC 生成是AI之外 终端也会陆续的来开花结果 董事长陈俊胜说 我们现在软硬兼施 未来非常的看好AI的发展 宏姬 原云营收出来的今晚月减 但年增11.7% 成选出七个月的年成长 但华硕部分比较强 出现月增年增的好成绩 那这个AIPC 尽管说市面上很多的这个 调查报告都认为 发酵再给他时间 有一点雷声大 有一点小的味道 不过董作出来讲话 他在市场浪头他最知道 他也不会讲谎话 所以这个陈俊胜的话 可不可以做参考呢 跟选股的方向有没有关系 等一下伟群老师会说 另外一回则是台积电 在元宵节当天要到日本 这个熊本厂开幕了 那在这个开幕之前 好多的设备股 这个非常的活跃 尤其看到拼先进制程 耗材舰队可以选谁呢 中砂创高 三奈米制程钻石碟产品 市占率达七成 那远远营收 创历年同期新高 另外当时我们节目当中 领先在1月份 就跟大家提醒的 1785光阳科 是台积电二奈米 把财供应商 非常有机会在列入 那远远营收 远创22个月来的新高 股民们就问啦 中砂买不下手 买光阳科 会不会这个 物美价廉 CP值更高 等一下请伟群老师来掌握 那我们先讲这AIPC好了 AIPC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题材 从去年开始发酵 一直有很多市场的调查 认为说 可能不会这么快啦 Chart GBT的应用 可能再给他点时间 就算有AIPC 好像也没有爆炸性的这个 效能的提升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用 不过宏基懂错 陈俊胜他并不这么认为 而且从营收数字来看 的确有慢慢出货增加的味道 老师怎么看 你过去讲 陈俊胜他都很老实 库存多他也讲老实话 那现在讲 他很看好AIPC 那这句老实话 能不能够听 好的 我想理论上是 当然可以听 AIPC当然大家都看好 不过说 看股价的位阶 我们其实在昨天 台积电大展 我们也提醒各位同学 就不要追了 对 甚至反而真的是可以卖 短线上可以卖 因为好不容易688 学长都解套 你干嘛去当700的学弟 所以基本上你看 对 像今天最新的一个新闻 我们其实做股票 我们就是要认真的 了解产业 就像说今天产业最新的报告 大家都 真的 大家都看好 但是每一家公司看的 也不一定一样 也不一定一样 对 有人乐观 有人悲观 其实一般来说 其实今年大家看PC的成长 应该算是微幅的成长 其实我们看 你看对不对 宏基 对不对 月减 对不对 他年增11% 因为去年大家都很差 所以今年年增都很正常 今年 其实你看 如果说今年这家公司的一个营收 如果是年减的话 那真的是完蛋了 那真的是完蛋 去年大部分都很惨 所以你看到说今年 如果说营收出来都是年增 是算正常 但是你要如果说年增五成 年增一倍 那才有经验的效果 才有经验的效果 就像说嘛 对不对 比较悲观的 他认为说有可能还会下修 真的有人这样子看 那我们说 真的我们每一家每一家来看 譬如说我们之前跟 常跟各位同学报告的 2379的瑞玉 对 网通的大厂 对不对 IC设计很好的机优生 除了联发科以外 对不对 就瑞玉 那我们看2379的瑞玉 好 我们把股价拉长一点 我想那时候应该 去年我们说200多块 我们说瑞玉都可以买 你看慢慢的他也创高了 但是他也不是说很强 对不对 你看最强的3661的世新 我说真的是很强 对不对 但是也不要乱追了 你看到今天什么大摩看到4800 对啊 对 看IP四雄全跌 对 今天就拉回了 那甚至我们说你说像那个6669的微影 对不对 我说真的最纯的伺服器概念股是他 美国你说美超微当然最强 台湾就是微影 但是昨天他就开高走低了 今天还拉回 所以在这边当然你说 为什么今天是换做红肌掌 因为算是他便宜 对不对 2353的红肌 对 2353红肌 对不对 他前阵子 要大一点 你看他很好玩 那时候广达他们再跌的时候 就拉红肌了 对 因为那时候外资狂买 对 他就有点轮动的态势 现在你看今天广达拉回了 对不对 要把那间红肌动了 但是第一个你技术面来说 这边的一个量也是比较大一点 你要去挑战真的是蛮辛苦的 那甚至来说真的嘛 我说真的你要买 还是买说这种比较强的IC设计 真的凶起来才会比较凶 肉也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边我个人看法 你说真的现在还是一个温和成长 那个大的换肌槽 没有说还看到那种爆发力 但是你说真的你要去追高的股票 我建议说不要乱追了 对不对 你看到今天嘛 对不对 再强的股票你看 世新资源都拉回 甚至双红也拉回了 昨天创高的都拉回 对 技嘉 对 那时候我们都跟各位同学 报告的时候都很便宜 创意那时候从400块开始 1000然后2000 那现在也都拉回了 那这时候就想拉回就要问老师了 我们先讲资源好 其实老师我有提醒 资源不要追 因为创高的空间有限 那资源今天的拉回 是有碰缺口但是没有补 那双红部分也是做得比较明显 幅度的拉回 那设想党个股如果看好的人呢 你认为空手者要怎么样来做介绍 还是避开 那已经有的人现在怎么做停力 空手者当然我建议先观望一下 因为毕竟你说 要拆火 对 再好的公司再强的股票 就像说2330台积电 对不对 我们看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算是最纯的AI股吧 除了NVIDIA以外 对不对 每一家公司都要找他做晶片 对 但是昨天也是一个 跳空那么大 而且报大量 对 我说真的不要追 你这边都可以停力了 大部分人都是卖掉 那让外资自己去玩就好了 外资主要买很多 对 那你说 真的啊 你说像这种 创历史新高的 为什么我们提醒说 真的有机会 让你解套或小赚 就赶快卖了 不要再贪最后那个10% 了不起10几% 20% 我们讲很难听一点 对不对 你说真的 它伺服器的占比有多少 对不对 你只要一个小小的利空 营收不如预期 就今天啊 对啊 营收不如预期就大跌 对不对 就大跌 所以你看到 真的这边大量区 你说对不对 大部分人都赚钱了 像这种股票能创历史新高 大部分人都赚钱 只要一个小的利空 有赚的也要跑 投信呢 如果投信任赔怎么办 对不对 我常在我的教学节目 我说真的 有时候投信买很多 买不上去了 都是买在历史高档 谁在出货 一定是主力在出货 对 我讲很坦白 我说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样 低档的时候 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 不要怕 但是高档 当大家都在疯狂的时候 我们要踩刹车 对不对 对 广道 他继续 然后这样很多遍 就是如果有反弹 就尽量 有的人就减码 对 你就是 就是可以停力了 因为大部分人都赚钱 我们不要再去 躺那种浑水 对不对 你看投信都是追高杀低 最近又追了 但是如果投信 应该 今天应该是认赔 我认为是这样 你看很多股票都是这样 你看譬如说 在前年涨很多的 84 78 东哥游艇 东哥游艇 对 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有没有 好久没有讨问他了 再拉长一点 80几块涨到600多 从30几块涨到600多块 涨20倍 那时候疫情的时候 对 对不对 大家不能出国 大家都要买游艇 有钱都买游艇 对不对 30几块涨到600块 20倍 但是你看为什么最近 大盘创历史新高 600块现在跌到350 为什么 腰斩了 因为他说有吊单 对不对 那时候每个都业绩很好 业绩很好 所以我常讲说 去年涨了很多的 今年不一定会涨 接下来你要找低档的 对 你看叫4763材料 材料 有没有 4763材料 也是一样 对不对 去年的大腰股 100块涨到1200 然后最近大盘在涨 对不对 他营收是创新高 对 但是你看1200跌到现在八九百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同学 就是提醒大家 如果创新高的个股 就是不要在高档买 对不对 对 创历史新高 对 那我们就是停看听一下 你反而可以停力 因为大部分人都赚钱了 只要有点风吹草动 那个杀下来的力道很凶 而且一定会有主力早知道 对 为什么很多股票 譬如说你看 像广达 你看这边为什么 投信买那么多 买不上去了 一定是很多大户主力 早就低档买了 趁着利多出来的时候 散户疯狂的时候 大家进去 他们就出货 对 你看为什么这边量那么大 对不对 大家都杀杀杀杀杀杀不下去 我说会反弹 但是这边我还是建议 真的高档的 尤其是伺服器组装厂 或者说真的占比不高的 甚至我说你看双红 过去200多块提 现在400多块 肉也少了 真的肉也少了 所以你看就连我们说 我们的资源 我说真的 昨天为什么要再做调节 就是这样 因为毕竟也是涨蛮多的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它的龙卷 持续增加 对 它的卷支比还算高 所以还是有轄空味道 因为毕竟它有ARM的加持 但是你就是慢慢的上去 你就是减码 好 就减码 所以你说 如果说各位同学 对这些高档的AI类股 有兴趣的 甚至你手中有的 当然都欢迎跟我们做个联络 毕竟你说 就像说台积电的概念股 很多 譬如说1560的中砂 对 对不对 中砂 我想我们讲的时候 大概在80块 前年80块 后来涨到150 对不对 把时间拉长 谢谢 把时间拉长 因为毕竟 像这种耗材 它会一直持续使用 它会比较 比像设备厂好一点 设备厂你卖了设备之后 接下来如果 对不对 这个空窗期怎么办 它可能就跌下来 跌得很惨 像它是耗材 耗材来说 我们把时间再拉长 谢谢 对那时候80块很便宜 后来涨到150 每个都说中砂很强 结果我提醒说要卖 跌到100没人敢讲 我说这边又是机会 但是现在涨到240 我是觉得也涨到蛮多 所以为什么昨天我说 你找一些比较底部的 比如说1785的光阳科 1785 那光阳科当然 它打入了一个废把财的供应链 其实也传了很久 光阳科也传了很久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说 因为像台积电的把财供应链 它有很多的供应商 对 现在台积电为了降低制造的成本 所以他要找一些国内的厂商来替代 那接下来就要看营收的表现 所以每一个设备厂不是说 你现在看到很强去乱罪 绝对不行 有时候一休登下来 也会让你哀哀叫 因为毕竟他们就是获利最好的时候 设备交最多的时候 就是股价最高的时候 所以我常常讲 为什么说 昨天特别提到这些比较低档的 就像说生计类股 我说真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美国股市 真的你说道琼在创高的 它能涨到哪里 还是会有一个天花板 还是会整理 对不对 肺半也是一样 你看到昨天台积电也是拉回了 当然你说 接下来生计类股有没有机会 好像有这样的味道 今天生计类股都有加温 甚至如果你基础面来看 有没有 有一点背离的现象 这是月线图 月线图 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底部 没有理由说 拜登要选举民主党的一个 大金主之一的生计 制药业 没有表现空间 我认为是有表现空间 所以这边你看 先锋的部队 这种比较小的 做戒毒药的 真的 你看六支掌停板 当然今天大震荡 六支的也不要乱追 不过法人的报告目标 都还没到 所以我常常讲说 真的你买低 知道法人的目标 你就有肉 你就有肉 那我说真的 接下来我说这档 如果说各位同学有兴趣 比较低档 也是生计股吗 不算生计股 但是是政策概念股 政策概念股 对你看 你看对不对 那个四季刚9958 最近好强 对9958 你看那时候 我在我的一个教学节目介绍 我们把时间拉长 应该在这边 100块 我后来你看 我大概涨到180几 我就带我的家族成员出厂了 你看最近还涨到250 好可怕 所以有时候真的 你买低档的 那便宜的 有肉的 都欢迎你 跟我们做个联络 好的确 我群老师提醒大家 AI概念股 有一些 昨天创高 今天拉回 不要急着想要介入 可能短线上面 这空间也小 而且很有可能会套在高点 所以要小心 那不如把手上资金 布局一些比较低档 刚发动的股票 可能可以享受 比较丰厚的倍数获利 怎么样来做操作 跟索取资料呢 您都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有问题都可以 跟文群老师来请问 那我们节目当中的讯息 文群老师在盘中 也会跟大家来做叮咛 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提出 老师有时间会跟同学们 做互动还有分享 关了一下 昨天红盘日 这外资大买台积电 高达4.2万张 今天台积电下跌 跌破了690块钱 不过好加载是下跌量缩 拉回守住缺口 那大家都在问 这一次的拉回要整理多久呢 那能不能够再充电 出发向上攻 我们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积电昨天登高一呼 攻到了历史天价709之后 今天老大哥跑太快稍微休息 有没有关系呢 那是给很多的小股民们 再次上车的机会吗 那尤其上个礼拜 台积电在熊本的厂房要开幕了 我们财信传媒统长 谢金河也说啦 他说台日将成为高科技的世界工厂 台湾日本一起合作 台湾半导体将领事日本前行 那熊本一场开幕前 日股先攻高 34年新高 那台积电也找到新的定位 台股走向新旅程 所以说AI5会取代科技七雄 成为今年的主流 那AI5就是微软 辉达 AMD 台积电跟博通 有三家都跟台积电 息息相关 那另外跟半导体有联动的是 硬材的财报公布了 财测也很好 设备股再次的添火力 包含了AI晶片需求 强加PC市场复苏有望 硬材财报财测双喜 盘后大涨12%股价再创历史高 那台湾的供应链 有凡薛 公准 祥明等等 那讲到这个相关的概念股 昨天我们讲到这个AI的扩散效应 持续在盘面上面流动 昨天抢的是高价股 好多创新高 但但老师有说 你不要去追那种高价股 涨停版的买不到 倒不留意扩散效应 有法人买 而且形态刚突破的 也有机会落后补涨 今天就看到了 2355的进棚 昨天台光店 镜像店很强 今天全部拉回 人家进棚 公到涨停版 1月15.8亿元的营收 年增15% 创15个月来的新高 汽车版的需求回温 驾动率拼回9成 前汽车概念股 也有这个资金轮动的现象 老师 第一个问题先问台积电 第二个问题先问 这个AI的扩散效应怎么抓 台积电跌破了690块 今天最低来到683 稍微的回到了缺口的这个位置 大家都想问 这缺口这么大 不太可能会补吧 如果不补的话 什么样的价位去买 分批去买 可能震荡之后 有机会再向上 好的 我想今天台积电 又再一次开高走低 所以昨天为什么台积电说开高开709 我说如果你去买的人真的要忍耐了 我会洗你 一定会洗你 就跟昨天台光店一样是跳空 工到快涨停 结果你看今天就休息了 因为它是在所谓的高档 各位知道台积电是昨天是创历史新高 但是它已经把大盘让我们看到 也过了18619 所以它是把大盘拉上去的 这个时候同学们要分两个角度来思考 我要问各位 问明君好了 你是喜欢大盘涨500多点 但是扣掉台积电 一挡它就涨400多点 昨天大盘是涨500多点 但是你扣掉一挡台积电 拍谁 它就占了450点 还是你希望说台积电 它稍微休息的时候 大盘不见得要涨 可是扣掉台积电大盘是涨 你看像今天 你扣掉台积电扣掉100多点 大盘是不是涨 去涨80点 可是你们发觉有好多股票 50几家涨停板 我喜欢第二种 但是台积电有太重要的角色是 我先让大盘过18619 这样大家期待说 1万9 2万机会就有了 对吧 可是当台积电创新高跳空大涨的时候 你乱追就会被修理 就会被修理 可是你说未来会不会再过709 当然会 要时间 只是说这个时间就要配合到后面的 不管是营收 不管是法缩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昨天开709最高拉下来 今天又开高走低 这个缺口特别大 对吧 这个缺口是在647跟昨天的693 很大 那这个缺口的1分之1处大概落在670上下 670 对 那各位你知道吗 你看到今天的五日线 今天的五日线已经来到了多少 657 今天的五日线到657 你知道下礼拜一的五日线就会到670 所以等于说它是等五日线往上挺就对了 你还记得当时在这个地方 跳空大涨的时候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你要让它用时间坡的修正 来修正的正乖离 没错 那它要花时间 那你看之前这一段 它花了两个多礼拜 差不多 把整个都乖离修正完了 甚至它还回来撤 甚至还刻意跌破 有没有 但是这个缺口始终没有补 那这一次也有可能 就是这个缺口 你说要让它封闭 我觉得很难 因为如果一旦封闭 各位去想 法人到昨天为止买了7万多张 那它就白做工 它就白做工了 所以为什么昨天我讲说 709那种开盘价不是让你买的 你要买是让它跌破700以后 甚至于说 你可以等到五日线来碰到 下礼拜一五日线 如果照今天这种五日线往上 到670 会在670几上下 那是不是刚好又在缺口的 二分之一处的上下 是 不错 你空手的 空手的 你想买台积电 那个地方可以买 所以为什么昨天我告诉各位说 如果你现在是完全空手 封关前告诉你买台积电 甚至于告诉你买 凡轩 红康 星云 精彩 你都没有买 我昨天怎么讲 那你就不要追台积电了 你继续买这些 为什么 因为这些股票 连台积电688当时的水位 是不是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各位去想 从昨天开红盘到今天 凡轩 红康 星云 通通超过十几% 有的两天下来17% 你看是比台积电一支股票 昨天差一档涨停 差一块没有涨停 然后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这就是位阶的不同 好 再来 那昨天我们提到 为什么要提到新的两档股票 一档叫进棚 一档叫腾辉 可是昨天最注目的是谁 各位看 2383台光电 台光电 昨天的它是跳空往上 长停板 那请问 昨天这个价格是 历史新高 对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极其高 而且跳空往上 跳空往上的缺口 是在历史新高 通常这个就是所谓 我们在讲的捷径缺口 但是反过来 我们看一下235的进棚 好 2355 它是盘整过后 低档的跳空往上的缺口 长停板 这个叫做突破缺口 所以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我一直告诉 要找三个低 第一个排第一位 叫做低基期 那低基期又可以跳空大涨 这个叫突破缺口 如果高档跳空 产生的缺口是创历史高 通常叫洁净缺口 那什么时候来确定 它叫洁净缺口 封闭了就是洁净缺口 封闭了就叫洁净缺口 那同样的 那突破缺口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它三日内不补缺口 那它的涨势就是往上了 就确定了 所以你要观察 台光电未来两天 如果把缺口封闭了 你有台光电的 要赶快跑 就不要再玩它了 那你看腾辉也是 基期低 所以它也是慢慢的涨 你看6672 它也是整个浓缩刚突破 然后你看今天也是一根大长虹 那各位看日线站 如果你去看月线周线 这个基期真的很低 这是我提到的 在PCB里面 你如果看台光电 它的本益比已经40倍了 它是高的 但是昨天大家会注意的是台光电 因为昨天的劲篷没有人注意 都没涨 今天会注意的 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我告诉各位 民居在问我说台光电很强 我们要买市场未来的焦点 要买未来会强的 不是今天强的 马上就验证出来了 同学们赶快扫一下QR Code 先加入Lite 那么再搜寻我的直播 你就会把时光倒流到2月2号 包括在同学会2月2号的时候 我还特别交代说 这些股票 下个礼拜一封关还可以买 因为2月5号封关 2月2号我说你赶快买 还来得及买 你如果2月5号有买的人 这些股票都超过10% 10%以上 有的12%有的15% 包括高利也是 封关以前你有买 你就可以往上攻 见准我就提醒各位不要再追 不要再追了 你把重心摆在机器比较低的高利 大家也验证到 高利已经快要接近300块了 所以这个就是操作 每个个股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好 提醒大家 为什么邓老师有办法在封关之前 告诉大家你可以勇敢的买 这些台积电大同盟呢 它的选顾的方法 其实都有一套逻辑 那同学们如果说 有兴趣来了解的话 你都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萤幕上面的联络方式 可以跟邓老师加个朋友 那老师的资料 都会放在Lighton里面 包含了操作建议 怎么介入怎么停损 都很重要 都很详细的跟大家来做叮咛 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 老师有时间会在Lighton里面 用直播的方式 跟同学们来做答复 那老师我们从K线来做观察 好的 那各位看台积电缺口 在647跟693 所以各位看 今天五日线的时候早盘 我看的时候是在659 那当然台积电拉回 它稍微就往下压 可是同样的 在下个礼拜一推估 就会落在670上下 大概670到673这之间 所以下个礼拜一 各位看台积电的开盘 它的五日线 是不是顶到这个地方 那如果顶到这个地方 各位就看 这个缺口的1 2分之1处 大概就落在那附近 那如果空手的 你想买台积电 那礼拜一有来这个价格 是可以低接的 这就是我讲的法人买这么多 除非它停损 认赔 那你还要观察第二个指标 法人买卖超 除非它一口气 把昨天买了4万多张 全部卖掉 今天量也才4万张 所以不可能 不太可能 我认为不可能 所以它就会跟之前 这个缺口一样 它会在这里整理 因为之前这边是法人 你还记得之前 这里是法人买很多 那它就是它磨磨磨 磨到它就没有耐心 你就赶快买 所以基本上是如法炮制 是没有问题的 大同盟 那各位看樊宣 最起码下个礼拜 就是往这个地方走了 因为它连688的高点 都还没有过 那你发觉到 这个MACD 是不是在零轴 开始慢慢加温 量也出来 有没有看到 封关前大家都没有注意它 封关前大家会注意什么 中沙 万论 旺系 台积电大同盟 创历史新高的这些个股 我说这些个股就不要追了 你去布局这些还没有的 可是你看量出来了 这是周线 那请问周线 这周只有两天 两天 两天的周量是大过 前面这么多周 看到没 这什么意思 就是动能回来了 之前大家在观望 在等待 现在确定要买了 为什么要买 或一月份营收 年车率四十八 所以很多反应说 这不行了 要赶快买了 就是同样的要去挑战 红康也是一样 量都开始出来了 所以这些股票 都先往高点来做一个挑战 心意也是先往这266 即将要来挑战266的高点 你要发觉这些股票很可怕 所以接下来 你会发觉这些台积电大同盟 之前落后补涨的都开始动 营收脚出来非常亮丽 对 精彩也是 这个指标都在低档 都在低档 那建筑我说不要碰 因为我们在96块附近 告诉各位买 到了140 我都建议各位要先出一趟 然后你重心要摆在哪里 摆在这个 高利 高利 所以你看我们当时 告诉各位高利都在250几 现在已经快到300了 那你说万一300站上呢 不用怕 继续报了 好 这个就是指标 而且获利也没问题 各位看 这获利都很好 芭脸也齐续在哪里 敬棚 然后再来看敬棚 这个缺口已经产生了 突破缺口 对 那这个缺口 它只要没有封闭 那它就是至少往这个地方 对 那另外你看腾辉 今天也来了 你看指标刚交叉 这个刚交叉 周线代表什么 下个礼拜才刚开始要动 所以基本上我说